2020蜀硕年峰新春文会活动在文化局前广场举行 现场艺文界嘉宾云集也邀请14位书法名家共同开笔回号 局长林荣森表示这是一项重要的传统文化 而每年都不缺席的林克文老师也表示 新春开笔具有远远流长的意义 卫福部也并没有建议各大型活动停办 那么我们县府也进行研议 所以我们决定今天继续来办2020的新春文会的活动 最主要是要来提醒学子们 在新的一年即将开许之前 我们应该要懂得尊师重道 新春文会还有一个新春开笔 已经有将近有文化中心的以后 这个活动就已经每年都举行 宁可先生从来没有不参加 我今年已经90岁了 这个活动全南都现在艺文界很期盼的 而且是一个远远流长的一个艺文活动 14位共同开笔的书法家 一诊一字写下观光首都迎新岁 玉树报喜万象春 县议员来演学 希望借由文诊开笔带给大家好运年年 我们也期盼透过文人的一个笔画 能够带给大家最新的一个祝福 同时也带给我们南投县所有的县民 都能够丰衣足食 大家都能够幸福快乐平安 尤其最近这一阵子是我们武汉肺炎相当的严重 燕雪在这边也提醒大家 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回家一定要请洗手 注重自己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安全卫生 我想大家一起来努力 让我们的南投县能够更美丽 县议员游宏达及赖燕雪 都亲自到场致议 游宏达议员也肯定文化局办理这项活动 提升了县内的艺文风气 活动除了新春开笔 献上祝福也安排现场辉豪 期盼展现文化迎春的新年新气象 现场也赠送福袋 整场活动在喜气洋洋的热闹气氛中圆满结束 记者黄水仙南投采访报道